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糖尿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而且近年来,糖尿病也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其实与日常的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糖尿病跟心脑血管疾病是紧密相连的 都是炎症性疾病 因此,糖尿病会显著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当然也包括心源性猝死 最近,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对1.4万例50岁以下青壮年猝死病例分析发现 糖尿病的心源性猝死风险远远高于没有糖尿病的人群 会增加猝死风险2到4倍以上 因此,糖尿病人必须做好预防猝死的工作 控制好血糖,远离并发症,改善心情,减少负担 下面,我就用5个案例给大家分析一下糖尿病人猝死的重要因素 供大家引以为戒 1.血糖控制太差,出现严重并发症 2018年时候,中国台湾新竹的糖尿病人,35岁彭某因为猝死家中,被16条流浪狗啃食,非常悲惨 彭某患有糖尿病,控制不佳,而且已经到了肾脏并发症晚期,需要透析维持生命 1.心脑血管等并发症也是必然的,因此猝死风险大 2.不改善生活方式,脾气大 29岁沈阳糖尿病人小刘,因为两天失联,被发现猝死家中 她的牌友介绍说,阿英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平常不注意生活方式,依然熬夜,吃垃圾食品,而且脾气暴躁,容易激动,这些都是对心脏疾病不利的 3.熬夜看球,激动 1名50岁左右糖尿病人,因为连续看了两场世界杯预选赛,最终凶悶难受,猝死离世 4.暴露猝死 糖尿病人老李,早晨在公园发现自己爱人跟其他男人跳舞健身,心理不平衡,暴怒之下,倒地不起,猝死身亡 5.工作压力大猝死 李总48岁,糖尿病多年,今年遇上疫情,公司情况非常不佳,心理压力很大,经常熬夜失眠,最终倒在公司会议上,英年早逝 以上的情况,咱们糖尿病人一定要引以为戒,做好以下预防猝死工作 提起宁光,相信一些患有代谢疾病和从事内分泌工作的人应该不陌生 58岁的宁光院士至今奋斗在临床一线,她在内分泌肿瘤和糖尿病的诊治与研究中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为我国的医疗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宁院士有近30年的糖尿病临床经验,而且多次开讲座,归患者讲述她和糖尿病的故事 数据显示,我国的成人糖尿病知晓率只有30.1%,其中城市居民知晓率38.7%,农村24.6% 这意味着一些处于糖尿病前妻或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患病 讲座上,被记者问及如果逆转糖尿病,怎么管控血糖时 宁院士首先表示糖尿病与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随后她告诉记者,逆转糖尿病最好的办法就是管住嘴,迈开步子走 宁院士忠告三样,食物会使血糖升高,劝你少吃几口 宁院士直言煎炸,烧烤食品倾向与糖尿病患病率及BMI成症相关 喜欢吃这类食物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更高 所含的油脂较多,经过长时间加热的植物性油脂中的不饱和脂肪 会转变成饱和脂肪,容易导致肥胖和代谢异常 是为组织统计得出肥胖者患糖尿病的几率,是正常体重人的三倍 2.甜食 目前市场上很多受欢迎的食物都是含糖大户 就拿奶茶来说,关于其余糖尿病的报道并不少见 虽然甜食不会直接导致糖尿病 但糖分在人体中会血糖水平,加大胰岛工作量 等胰岛累了罢工的时候,就会诱发糖尿病 3.酒 当代社会,应酬,聚会场合,饭桌上往往都有酒的存在 或许一些人认为醉酒很舒服,但这也是诱发自己患病的一大因素 任何酒类都含有乙醇,在人体中分解可以转化为乙醇 而乙醇会触发人的应激系统,使肌体分泌大量肾上腺素 不仅会使胰岛发生抵抗,还会抑制胰岛素分泌 导致乙醇素分泌不足,使血糖升高 血糖升高,身体会说话,六个信号按时血糖已超标 1.身体极度疲乏,提不起精神 2.手脚反应迟钝,感知温度和疼痛的能力下降 3.饭量增加,但饥饿感严重 4.皮肤干燥,臊痒起皮,面部或手部出现红色斑块 5.天气不热,但经常满头是汗 6.看东西比较模糊,视力下降 血糖高了别着急,做好二件事 让你少走弯路平稳降血糖 1.补充营养素 血糖高的人往往会有经常口渴的现象 这时一定不要让自己处于缺水状态 一旦身体脱水,就可能引起急性昏迷甚至死亡 为了更快降低血糖,喝水是建议搭配降格素这种营养素 补充水分的同时,也起到调节血糖的作用 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中草药体取物 这些物质都具备一定降糖能力 其中黄芪和枸杞能通过调节人体的中枢神经和内分泌 代谢系统来改善血糖,修复受损胰岛 这样就能刺激胰岛素分泌来分解葡萄糖 而且两味中草药还被古人用来消渴 这一说法出自本草纲目 而各酵母中的天然活性有几个进入细胞后 能为机体补充各元素,调节葡萄糖耐量 并推动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这样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血糖异常的问题 此外还具备增强心肌收缩力和促进血液循环的功效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动脉周样硬化和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对于糖尿病人更有预防并发症出现的作用 2.保证每天锻炼 与其依靠胰岛素和降糖药来控制血糖 不如加强自身的锻炼 这样能帮助分解体内的葡萄糖和脂肪 还能调节整体的新陈代谢 对于胰岛的恢复和血糖的稳定都有积极帮助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多做一些有氧运动能起到施半功倍的降糖效果 好了那么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讲解的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了用上您那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养生知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